阿弥陀佛 以命人之凶 乐人之善 这是第二十四句 后面 寄人之急 救人之为 这都是行义 人云义 都是忠孝的落实 前面跟诸位报告口 孝就是佛家讲的自信 信体 忠是自信的大用 佛家讲忠道 祝福如来 发生大死 他们的生活 除世带人教 做种种世信 种种教化 都是行中 忠是孝的落实 忍义是忠的落实 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 我们学佛从哪里学 自己就清楚了 就明白了 人如果不懂这些大道理 那就是古人所说的 与禽兽有什么两样 禽兽是动物 人也是动物 人跟禽兽不同的地方 差别的地方 人能够体会 为宇宙人生的大道 了解度法实相 这才叫做人 这些大道理 绝对不是生而知之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 生而知之的 没见过 都是学而知之的 学 每个人 禀父不相同 佛家常讲 上中下三根 上根的人 接受的能力强 所谓是文一之识 一文千物 中根的人差一点 下根的人更差一点 那么这个根性 不相同 怎么形成这个 世间人 确实是个谜 有人说这遗传 如果说遗传 有父母很聪明 儿女很笨拙 这在遗传上 又讲不通 有些父母 并不聪明 很平荣 儿女非常聪明 可见的 遗传这个说法 也很难成立 也很难成立 佛说道 无量皆来 每一个人的习心 不相同 这个说法 我们听了 能接受 人 决定不是只有这一事 如果认为人只有这一事 来事就没有了 这是断绩 有人说 人死了 来事还是人 佛说这是常见 这两种见解 都是错误的 所以古印度 他们有很多 宗教家 印度 古代的宗教家 没有不修禅定 我们晓得 禅定 能够突破 时空的维持 换一句话说 它能够见到 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甚至于 更高层次的空间 那个生活范围 就大了 大得太多了 所以他们见到 欲界天 四界天 见到六道 六道的真实状况 六道轮回 不是佛教说的 在释迦摩尼佛 没有出现之前 印度的宗教 印度所有的宗教 都曾经见到 都把这个事情证实了 现在 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 美国许许多多人 也证明 这个事情是真的 他们不是用禅定 他们用催眠的方法 催眠实在讲 也是属于禅定的一种 不过没有禅定那么深就是 这一直集中 一直不集中 不能入催眠的状况 你一个人胡思乱想 那个催眠是对他毫无办法 怎样才能够入催眠状况呢 听他的指挥 听他的话 他叫怎么做 百分之百的服从 就很容易入催眠状况 入催眠状况 他就知道他过去生 过去一世 过去两世 很深的 能够达到三四世 但是最平常的 是过去生中一世 这很普遍的 能够达到三世四世比较少 那就是我们用禅定的比喻 这不是话来说吗 更深层次的定功 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假的 人死了 并不是一切都完了 人死了一切都完了 我们还要学什么佛呢 这不需要 人死了后面事情多得很了 无穷无尽 这个四世真相 我们要了解 我们知道有前身 知道有后世 聪明人 有前后眼 这古人所说的 什么叫前后眼呢 看前世 看后世 那个眼光就看得远了 能够看到过去未来 这个人就不造业了 为什么呢 他知道造业古报 善 善 有善果 我有我报 摄法界 一真状也 不仅是摄法界 就是 祝佛如来 古地上的一真法界 华言讲的华藏 净土讲的极乐世界 也离不开因果的原则 这大家都知道 华言讲的五周因果 法华讲的一尘因果 事出事法 离不开因果 这是真理 因果 讲到旧近处 古来的祖师大德们 给我们做了个总结 离不出心心 思不出因果 这两句话 把释迦摩尼弗 四十九年的教学 是静的 佛如师 中国儒家道家 又何尝不如师 不但在理论上 是完全相同 在四法上 也是大同小异 都离不开中这个词 什么叫做中 我们最近也讲了不少次 因为讲到感应片里面 受到的忠效 这个字 就是菩提心里面讲的身心 孝这个字是菩提心的直心 也是 世尊在观经里面讲的 至尘性 沉到了极处 这是忠效 由于丝毫的偏差 就不忠了 不忠不孝了 谁能够把忠效 做得最圆满呢 如来果地 那是讲到究竟圆满 忠效圆满 那仁义当然就圆满 要就是说 落实在他生活上 在他工作上 在他厨师待人介屋 都会做得非常圆满 等觉菩萨 偏一度 我们如果说 这个三百六十度 等觉菩萨偏一度 非常捷径 发云地菩萨偏两度 如果我们用这个话来说 出行为的菩萨 偏了多少度 偏了五十二度 五十二度算不错了 我们反复 偏离一百八十度 由此可知 我们学佛学什么东西 忠效仁义而已 今天我们读这文 第二十四句 一 命人之凶 落人之善 这两句话 后面是 吉人之吉 救人之为 凶善吉为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字样 甘粗很深很深 现在的凶灾为吉 太多了 太严重了 几乎是遍及全球 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要依照中国古人所讲的 是教 古时候这句话 非常严重 是教人 他没有受过教育 古人 任何人听到这句话 都感到非常羞耻 没有受过教育 你不懂得做人之道 但是现在说出这两句话 人家不懂 他不懂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个教 今天表面上 大家看 好像教育挺发达的 可是 佛家讲的教育 跟我们现在社会教育 居然不同 现在社会什么教育 科技的教育 科技的教育 我们现在想想 违背了自然法则的教育 大家天天干违背自然法则 所以外国一些预言家 我看他们的书 地球要对人类来个总报复 你伤害他 他也来报复你 这个话听起来 好像是开玩笑的 实际上 现在这些天在人后 岂不是地球对人类 提出反抗 提出抗议 人还是懵懵懂懂 认为这是自然灾害 与我们的行为不相关 这就是他们也受过教育 古圣先行的教育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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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人与人的关系 人伦的教育 中国人讲伦理的教育 所以中国这个民族 几千年维系到今天 还没有被淘汰 还没有被灭亡 什么因素 伦理教育 教育第二个宗旨 是教人 明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知道爱无啊 能力的教育教你爱人 这是教你能够爱无 爱护我们居住的环境 生活的环境 物质环境 这个是事实 诸位 如果稍稍留意一点 你们比如说养花 很多人喜欢花草 你对于这个花草有爱心 它长得特别好 它回报你 你对它没有爱心 那个花 花也开不好 也长不好 同样是一棵树 同样是叶盆花 我看得很明显 从前馆长喜欢花 他照顾 那个花开得特别好 他要到国外去旅游了 交给别人去了 回来之后 几乎哭得快要死了 他要花一两个星期 才能把它恢复 草木通人情 所以 这个世间人又说 花有花神 草有草神 对面仙人 对面仙人展开的花 每一朵都有花神 你们肉眼看不见 你对他好 他报答你 你对他不好 他就走了 哭死了 你仔细观察了 你就了解了 教育更深一层的 是让你了解 人与天地 你归神的关系 这个就是超越时空 为此 这样一来 大家相处 才能和睦 才能融合 教育的目的在哪里 无非是教人 与人与无 与天地归神 能够和睦 融洽相处 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相合作 这样才能够过 幸福美满的生活 幸福美满的生活 就是极乐世界 就是一阵法界 所以佛教人的生活 是充满了真实智慧 决定没有迷信 人要没有智慧 生活就非常辛苦 非常可怜 那么今天这个世界 为什么充满了凶灾 充满了危机 圣贤的教育 没有人去提倡 也没有人肯学 今天我们在一起 少数的一些同修文 我们很幸运 在这个时代 我们还能够听到 圣贤的教诲 还能读圣贤书 这个正如彭基钦 居士所讲的 无量皆来 稀有难逢的一日 我们遇到了 遇到 语言具足了 你能不能成就呢 看你的善根福德 什么叫善根 你接触到之后 生欢喜心 你能够信 能够结 这是你的善根 福德呢 是你能够落实 你将你信节 落实到生活上 落实在工作上 落实在厨师 待人皆无上 你能够向诸佛菩萨 向古神献血 人名爱无 这个是你有福德 善根福德 应援 三个都具足了 你这一生 会有很大的成就 很大的成就是什么呢 永托轮回 去做福 做菩萨去了 做佛 做菩萨 佛菩萨不是神心 不要搞错了 佛菩萨是什么意思 印度人讲佛 中国人讲圣人 印度人讲菩萨 中国人讲闲人 佛菩萨是对于 宇宙人生真相 彻底明白的人 人要做个明白人 不要做个糊涂人 明白人叫圣人 糊涂人叫凡夫 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凡于神的差别 我们也讲的很多很多 我们要如何来学习 这些教材 非常好的资料 不要说全书 学个一句两句 一生都受用无尽 现在事件灾难多 诸位都吓得 也有很多人劝民 要找个安全地方 要找个安全地方去移民 这话说的对不对 话没错 但是你要顾到忠孝仁义 如果说不易 不易偷生 苟且偷生 那个人活在世间 还有什么意思 中国旧社会 常说的 似为知己者死 似是什么 读书人 明理的人 仁义之所在 赴汤掏火 在所不辞 他活得有意义 活得有价值 怎么可以贪生怕死 哪有这种道理 何款 佛在经教里的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尽随心转 我们要转变这个境界 答案都是肯定的 从哪里转变 从心地转变 转凡心 称佛心 就是转凡称身 心转了 身就转了 确确实实 佛法里的教人 不老 不病 不死 这话都是真的 绝不是假的 谁能做得到 佛于法身大事 做到了 我们如果提升到 法身大事的境界 也能做到 人为什么会有病 会老 会死呢 你有念头 你有妄想 只要你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你就决定会老 会病 会死 这个我们在大臣经常念太多了 你如果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你就不老 不病 不死 所以病从哪里来着 佛不是常叫三毒 贪嗔痴 你心里头有贪嗔痴 你那个心比什么都毒 那是病毒 心里头有严重病毒 外面有五余六成诱惑感染 你怎么会不生病呢 佛家才把这个疾病的根源找到了 我们中国圣人也了不起 中国的一书 第一个是《黄帝内经》 灵书 他里面讲的主要的内容 不是治病 讲长生 根据中国古人这个说法 人的寿命至少要和你200岁 人是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你能够保养的好 你能够照顾的好 它的寿命应该是200年 200年不到 你就死了 你没照顾的好 就像你们现在用的这机器一样 你没照顾的好 你把它糟蹋掉了 那么中国古人照顾这个身心 也是讲求清心寡欲 跟佛法讲的理论很接近 清心寡欲 佛法是把这个欲完全断掉 清净到基础了 寡欲没有断尽 有很多人看到我这个身体还不错 这么大年纪还可以蹦蹦跳跳的 什么原因呢 我比大家欲望少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老化 减缓了 疾病确实是减少了 我一天吃一餐很正常啊 精神很好啊 许多人对我照顾 怕我这个阴阳不灵 给这个给那个了 哎呀我嫌麻烦啊 如何照顾自己呢 清心寡欲 最好把那个欲 天天减少 年年减少 减少到完全没有了 那才是个正常人啊 老师叫我看破放下 祝佛如来 彻底放下 放下自己明文立养 放下自己所有的欲望 甚至于连这个身都放下了 念头都放下了 其心动念 实在讲 它不是其心 如果其心动念呢 你还没放下了 所以我们这几天在经上讲得好 佛菩萨是印 众生有感 众生有感 佛菩萨有印 硬化 绝不是佛菩萨 其心动念 佛菩萨其心动念 叛缘了 不是随缘了 硬化是随缘 所以我们要随缘 你才自在嘛 叛缘就不自在了 叛缘是心里 想怎样做法 错了 所以我们要学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 做最好的榜样 通常一般人 学佛两个字挂在嘴里 实际上不懂得 学佛的真正意义 也不懂得如何学佛 我们想想 佛给我们的教训 确实是真理 确实是至善 儒家讲 至于至善 胸在围结 在今天 可以说 到达了基础 人 已经 不是一个两个人 也不是 被人亲人 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四句话 几乎是指地球上 整个人类 遭遭遇到大灾难 灵敏 不是只有一个灵敏的心 那有什么用处 黎明是要拿出行动来 这个行动 是从内心里面 彻底的忏悔 宗教里面所讲的悔改 那才是真正生起黎明心 全世界的大灾难 怎么形成 我们在讲经之中 讲过很多次 首先你要认识 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 这个太阳系 这个银河系 是我们的一报 一报随着正报转 佛在大臣经里面 讲的太多了 你要真正懂得 这句话的意思 你就晓得 全世界的灾难 太阳系的灾难 银河系的灾难 根源从哪里来的 我自己行的不善 因为这是我的一报 一报是随正报转 众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一定要受这个灾难 要受国报 他的认识错误了 以为这个事情与我不相干 这些人做错了 我们也做错 这个观念错误了 一切人 是我们自己的人事环境 一切物 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物质环境 今天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都不好 追究其根本的原因 我们自己存心不好 我们自己做人没做好 所以我们一报环境 如此的恶劣 这个事 消灾灭难 根本关键之所在 所以自己要认清楚 自己要知道回头 自己要知道回头 以往 其心动力 无不是为自己 自私自利 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搞成这个样子 心量太小了 在这个大劫难来临的时候 这一棒 这一棒很重 终于把我们打醒了 彻底的改过自信 为一切众生 受苦受难 这真的明白了 真的醒过来了 真的悔改了 真的悔改了 大臣经教 佛菩萨的教会 果然有机缘落实 我们赴汤涛火 再说不惜 我们要去做 与佛教会不相干的 与佛教会不相干的 决定不能做 对于自己这一生 有大利益 我们也不能要 我们知道那些东西是诱惑 那些东西是 一眼前的甜头 明文立雅 世间人羡慕的荣华富贵 这些东西 转眼云烟 后果是在三土 是苦暴 迷的时候不知道 觉悟的时候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自己觉悟了 明白了 要把这些道理 这些事实 告诉有缘人 佛家常讲 佛不度无缘之人 什么是有缘人呢 他肯听 他能够理解 能够接受 能够依教奉行 这是有缘人 所以我们自己到各个地方 去弘法 首先 我们要懂得观机 观机里面最重要的 是常驻大众 常驻大众 如果缺席 不喜欢听 是外面 信徒还不少 这地方不能去 这是给信徒们介约 常驻没有意思学佛 常驻还搞自私自利 常驻的是还搞明文力 没有把佛法当这一回事情 这怎么能去 所以今天书上讲到 什么是凶 什么是违 什么是急 我们要认识 很清楚 很明白 这不是小的凶仔 不是清缓的危机 非常严重 我们今天教人 苦口婆心教人 几个人相信 教人家要怎样怎样做 自己做不到 人家听了答很多疑问 许多问号摆在那里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摄迦摩尼弗 他老人家当年在世 摄到做到 摄在家 他是做到之后才说的 我们实在是粗心大意 摄迦摩尼弗一身的行仪 望得干干净净 他的行仪 就是我们的表率 就是我们的榜样 世尊 为教会众生 为宣言正法 不辞辛劳 佛太辛苦了 佛太累了 我们在经上没看到过 一大藏教 这种字也没看过 我们今天怎么可以说累 怎么可以说辛苦 怎么可以说受不了 这不是佛弟子的话 母的话 魔王里面有这些智慧 佛菩萨没有这些智慧 所以在大藏 严重危机之时 我们今天还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学习 这是三宝加持 这是大家过去胜中 无量界累积的 善根福德的因缘成熟 往后这些苦难众生 如何得度 要靠你们 你们有没有想到 如果想到这一桩事情 也能不努力 也能不发愤 也许同学们也问 我们善根福德很不 智慧很少 我们能办得到吗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善根福德 智慧更如来无二无别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吧 可是现在没有智慧 现在没有智慧 你是烦恼盖付出 你对自己没信心 学习 头一个恢复自信心 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 决定得到祝福 护念 福报不够 自由龙天善神 保佑你 加持你 绝不求人 世间再大佛报的人 不可以开口 向他要一分钱 那是他的思考 我们向佛求 向佛求 正理 正罚了 这张家大师当年 教给我的 我们的心 永远清净 永远是自在的 佛教人 断卧修善 破灭开悟 转翻成神 我们所学 就学这三段事情 缘居足 我们对于这一切苦难众生 多做一点事情 缘不居足 少做一点事情 没有缘 不做 哪里可以强求 由于要丝毫强求的心 你就不自在了 换一句话说 你就没有智慧了 我们今天求 为一切苦难众生求 绝不是为自己求 为自己求造业 为一切众生求 这是福德 这是功德 修佛学了这么多年 年这一点 道理还不懂吗 所以我们今天 怎样就苦就难 那就是真正回头 把自己重新 所造的一切窝 一定要断 要断得干净 还没有修的一切善 从今天起 陆离去奉行 什么是善 什么是乌 感应篇是最好的标准 阴光大使 为我们介绍 佛讲了许多标准 散在大乘经论 不容易读诵 感应篇 这一千多字 他把这个善悟 集中在这个里面 句句都是佛经上 所说的 所以这一部书 就是佛经的 我们修行 第一步 断卧修善 就依照这个本子来奉行 就行了 专迷为乌 华言是最好的教材 剥若也是最好的教材 专返成圣 无量寿经 是最好的教材 我们不必涉猎太多 涉猎太多了 分身 还要费 许许多多的时间 在佛法里头 抓住重要的纲领 懂得一句 就做到一句 这个注解里面 举了很多例子 都是讲 古大德 怎样去帮助别人 这些例子 我们可以看 可以做参考 我在此地 跟大家讲的 是总纲领 总原则 是从根本就起 根本法里面 一报随着 真报转 这决定是事实真相 一切法从心向神 华言讲的 为心所心 为事所变 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的理论 万法的根源 要把它参考 我们就想到怎么做 我们也有信心去做 真心 起运 怎么不能转进去 怎么不能转进去 多观察 多体会 这四句当中 有一句 乐人之善 什么是善 也要把它认识清楚 世间 所有一切好事 架杂着私心在里面 就不善 他有百分之九十 是为公众 里面还架杂着 百分之一也为自己 不善了 毫无私心 那就纯善了 我们要把标准提到 这个进去 也许同修说 这个境界太高了 一般世间人做不到 我也想到 我们自己要提升到这个境界 要求别人就不必了 要求自己 要纯善 要求别人 人家 百分之九十为自己 百分之十为别人 不错了 很难得了 为什么 他没觉悟 他不了解四世真相 觉悟的人 决定不可以 加百分之一的私心 都不可以 我们在这里天天讲 天天劝 总希望诸位 一下醒悟过来 劝的时候 好像醒了 明白了 我们立开这个桌子 又糊涂了 又迷了 所以世尊 劝人要劝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究竟有多少人醒悟过来 不多 真正醒悟过来 少数人 这个少数人就是根熟的众生 还没有回头的人 但没成熟 没成熟 让那些成熟的人 继续着 再帮助他们 正法九座 代代都有传人 这个众生才有福 现在教训 比过去要艰难的多 无论在德行 在智慧 说实在的话 都要超过古来的祖师大德 才能挽救世运 跟古来祖师大德 同样的智慧德能 救不了这个世界 我们不真干 怎么行 不真干 不但帮别人的忙 帮不上 救自己也救不了 真正有能力帮别人吧 你就能 自己就能得到 自他 不二 好 今天时间到了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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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